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闻面向更广 新增了单元二台午餐会 天天连线由记者提供第一线的采访观察 也连线全球了解此际脉动 而今天新闻首先要关心的就是这个疫情 在2019年更要拉高规格防堵入境 就是中国大陆的非洲猪瘟疫情 在金门填埔海域被金门海巡队发现 一头死猪的尸体 紧急通报了金门县动植物防疫所 赶紧消毒同时裁剪株枝并且封存 而是不是从对岸飘来 是否是感染了非洲猪瘟呢 还要等进一步的检疫结果 我们立即派员实施现场的封锁及管制 并且通报检疫单位前来实施处理 那目前检疫单位已经将组织完成一个封存 以及后续的一个运送处理的动作 那有可能是从对岸的吗 这头死猪是在昨天下午3点多 在金门金沙镇的海边沙滩 被海巡人员发现通报 检疫所人员穿着防疫装备前往处理 并针对死亡猪只消毒 检疫人员同时进行剪彩作业 初步认为猪只已经死亡三天以上 因此无法现场辨识 只能够再回防疫所展开进一步的鉴定 上任后首次的新年谈话 总统蔡英文发表2019年新年谈话 谈到新的一年 就是拼民生的一年 要提出让人民有感的经济政策 守护台湾的三道防护网 以下是总统谈话的摘要 我们从今天开始 劳工的基本薪资就要调整为23,100元 打工族的时薪也来到了150元 我们连续三年都调整我们的基本工资 年轻人低薪的代名次22K 我们也正式向他告别了 还有到了今年5月报税的时候 我相信很多的国人同胞都会发现 有四项扣除而提高了 那么月薪三万元以下的朋友 基本上不用再缴所得税 大家会感受到政府真的很努力 在帮大家审核包 好 这是总统的新年谈话 新的一年要拼经济 而今天也是大一台的台庆 启用成立21年 为了感恩全台环保志工 以双手来护持大爱 今天由员工们走出去 来到内湖环保教育站 以行动来落实这一份感恩之心 不少员工全家动员 我们跟高雄的好朋友在拍手 新年快乐 新年开春热闹欢腾 台北高雄两地连线 还请人文职业中心 21周年生日快乐 用歌子戏唱出祝福 国宝级大师唐美云 也来到内湖环保站 与志工同乐 把握这个廉价的最后一天 来做有利于众生 还有有利于我们居住环境的事情 就是做环保 听着志工讲解 小朋友好奇的动摸西看 台庆活动另类庆生 举办环保家庭日 许多同仁趁机带着孩子 了解宝特瓶的制作过程 我爸爸讲说什么 他的衣服就是有宝特瓶做的时候 我还不讲这个 现在才发现原来宝特瓶 他们都可以磨成细 超细的细 然后再做成衣服 很希望孩子可以 在这个深入浅出的 都可以有很好的一个启发 因为毕竟平常是很少有这样子的机会 2019年第一天 环保志工依旧起早来报道 86岁黄杰老菩萨 志工一坐20多年 几乎全年无休 我们每天来这边都是在休息 在休息 我们在家里面 我们不在家里面 我们不在家里面 愈爱家 这是捧手的 打开神明礼盒 里头装满同仁们的爱心 感谢环保志工一整年辛劳 礼清情义重 在湿冷的天后下 感受却格外温暖 大爱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好 就看在高雄 静思堂环保站 大爱台主管 还准备了一份心意 这一天台庆日 更要和环保志工一起过 大爱台21岁生日 总监叶树三 带着一级主管 南下到高雄 静思堂环保站 和环保志工一起度过 维修财国本的鱼 来 赶索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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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88岁环保老志工付出 由大爱台员工 亲手准备的感恩盒 总共送出150盒 人人都有 收到的志工好开心 哦 姜黄啦 还为鼓励啦 都是环保做的嘛 这都要玩嚼 踩骨用 身体好的 有啦 我实在很感恩 你们大家都很用心的 感恩这实在好 收到这很欢迎 是啊 志工也用回收 包水果的泡棉现场 编织出花朵回赠 给大爱台总监 师傅讲的 我们要让他的生命 更花为他的良人 环保志工 用爱护地球的双手 也支持了大爱电视台的 青楼绕全球 希望在这特别的一天 我们也可以 发自内心的祝福 大家一起 让这个世界更美好 现在全球暖化 越来越严重 那大家都知道 其实做环保如素 是最好的方法 我们的环保志工 就是这样身体力行 在爱地球 那我们当然要借着 台庆的机会 来感恩他们 也加入他们的行列 一级主管们 也身体力行 亲自实作 学习环保志工 这双最美丽 最温暖的手 一同爱护地球 大爱情报 嘉心王昭中 高雄报导 好 正言上人 岁目祝福 五行角就在高雄 对大爱台21岁 踏出第二十二岁的脚步 有祝福 也有期许 现在我们共请上人及肖院长为我们按钮开台 大爱把爱的能量化为轻流绕在全球 每天是最有难 大爱台克服一切总是大爱台成立 也都有目标 有期待 也期待大爱要好好的把实际的为历史而作见证 为人类而写历史 报争导致 就是向了大爱台的同仁 希望今天多好在这 拜托你们也要多用心 为人类写历史 为此季做见证 因为日日都是志工日 也都是大爱台报导的对象 此季志工的脚步 看到这踏出这一步 是在新北的瑞芳 关怀这一位单亲妈妈 去年她的先生因为蛇癌过世 独立抚养四个孩子 经过管区远景的提报 一年多来志工定期关怀 这个家缺失的亲情 这一块由志工补上 虽然是第一次参加慈祭的议诊 但吴女士的小儿子 却亲密地连在志工王文富的身边 这份亲如父子的感情 是一年的关怀培养出来的 去年我先生舍癌往生 当时就是怎么讲 心情并不是很开朗 小孩子可能也就是 看我的心情不是很好 看到文富师兄 见到我们这种情形 就非常的对我们的孩子 特别的照顾 他们现在因为爸爸往生 他们缺少的是父爱 所以我就想说 我应该是可以弥补这一部分 平常可能自己在家里 也会跟小孩子有一些 拥抱的一些动作 所以其实 我觉得这是最直接的一个 给他们最好的一个关怀 从原本走不出丧夫的阴霾 到现在能不时看到 吴女士的笑容挂在脸上 这份甚至亲人的情感 感动了一整现场的每一个人 因为每天阿伯都来我们家 你会很期待阿伯去吗 有时候跟他们互动完之后 就离开了 可是我不晓得 到底可以留在他们内心里面 有什么感受 今天听到妈妈讲说 看到我都还会觉得 都会流眼泪 会去想念我们 表示说其实我们这样子 去跟他们做这样的互动 其实是 真的是他们最需要的 慈激之工在偏乡 除了为平病送暖 真诚的关怀 也成就了非血清的情缘 无所不在的爱 让偏乡民众在寒冬 心中也注入暖流 大约新闻 这是美志工 省能勤 叶静红台北报道 也是用爱跨年 花莲绣林乡志工和部落长者同乐 也送来棉被 期盼部落长者 从内心到身起 都暖乎乎 一大清早 慈激之工就载着满满的物资 沿途发放给需要的人 送上厚实的棉被 希望在寒冷的冬天 能够睡得暖和 一盖着就很温暖 很温暖 很清很温暖 正眼法师 正眼法师 还有常住师傅 跟全球的慈激人 都祝福你们 剪刀石头布 剪刀石头布 完结互动游戏 这群部落年轻人 细心涯涯掌学金的得主 也不忘要付出爱心 学习上人的理念 精神 希望他们是未来国家的栋梁 能够发挥他们的潜力 福利人群 原汁原味的竹筒饭 这传统的原住民美食 是部落长者 要回馈给一年来 关怀不间断的职工们 同时也一起欢喜迎接 新的一年 带新闻真善美职工 干月香饭旅招 花联报导 全球迎接跨年 在日本却传出了意外 有人开车冲撞行人 被捕后 说是恐怖攻击 相对来看这里 气氛和谐许多 南北韩再次同步迎接新年 倒数计时 敲下终身这一刻 正式迈入2019年 大批市民聚集在 南韩首尔普兴格 以祈福一世迎接新的一年 回别2018年 朝鲜半岛关系回温 去年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调整时区和南韩相差一小时 今年格外特别的是 两韩又再次同步庆新年 跨年庆典活动 也比起往年规格急速升级 并透过国际媒体转播 积极展现现代化成果 日本东京色谷 年末也是群众挤爆街道 混乱之中 还有人驾车攻击行人 这起事故造成八人受伤 司机被捕后 表示自己发动恐怖攻击 目前警方还在持续调查中 除此之外 大部分的日本人 都充满希望迈向新年 全球都在风跨年 纽西兰是第一个进入2019年的国家 澳克兰海港大桥光彩夺目的灯光秀 让民众大饱眼福 而澳洲雪梨歌剧院的夜晚 也是同样场面壮观 堪称全球最美跨年 杜拜哈里发塔则是绝美灯光秀 欢乐音乐炒热现场 一起迎接黄金猪年 大爱新闻洋情编译 好 继续关心 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也发表了新年谈话 重生 聚合的决心 也表示愿意随时和美国总统 川普会面 美国总统 不像往年都站在讲台上进行演说 朝鲜中央电视台公布的画面 可以看到金正恩是坐在 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大楼的办公室里 拿着讲稿一脸严肃地发表元旦谈话 金正恩表示将无条件重启 开成园区以及金刚山的旅游 也更强调要坚定致力于无核化 不再制造合伙 但也警告说 如果美国误判了北朝鲜的决心和耐心 并且维持制裁 也不惜采取应对措施 新院井全球各国则是持续为减速做出努力 美国纽约市从新年开始禁止各大店家使用保力容容器 而在韩国新的一年扩大限速 大部分的超市将不再提供一次性塑胶带 从超市走出来 人手一个塑胶带无一例外 以往南韩民众出门购买生活用品 早已习惯使用附赠的塑胶带 不过1月1号开始 恐怕得自己携带购物袋了 南韩环境部门周一表示 新的一年全面禁止超市提供一次性塑胶带 全国包括2000间大型超市 以及面积超过50平的超市 全都受到限制 政府对高用量采取措施 积极挽救塑胶垃圾造成的环境伤害 不过购买生鲜食材还是会提供塑胶容器 全球各地持续为改善垃圾污染 做出努力 美国纽约市也同样在新的一年 祭出限制保利容容器的禁令 尽管不少商家将因为禁令面临巨大冲击 但卫生局也表示会提供替代商品 为了地球永续发展 许多民众也对这项新规定乐观启程 大爱新闻洋情编译 2019年美国航空室也要写下新记录 NASA太空总署的无人太空船 新视野号即将在美东时间 元旦的凌晨0点30分 台湾时间的下午1点半左右 会拍下太阳戏一颗离地球最远 也是最古老的神秘星体照片 全球知名摇滚乐团 皇后乐团将在美东时间 元旦凌晨12点33分发布新曲 纪念美国太空总署的重要时刻 这颗太阳系内离地球最远 也是人类将拍到的古老星体 叫终极远近 位于一条名为古博带的 海王星轨道上 太空总署将在新视野号 最接近终极远近时 进行模拟直播 新视野号在2006年升空 任务是前往探索冥王星 到2014年 科学家用哈勃太空望远近 确认终极远近的存在后 就决定让刚拍完 冥王星的新视野号前往侦查 幸运的话 元旦结束前 人类就能一窥 这颗神秘星体真面目 找出太阳系星球成型的奥秘 打开新闻 郑宇轩编译 眼前黑暗 但是心中自有一盏灯 屏东此地志工 郑月姓77岁 先天若逝 势力退化 几乎全忙 但他靠着手指头触摸 照常地做环保 看电视几乎快要把脸贴到电视上了 他还是用心听 用耳朵闻法 他说要感恩这双眼 并不是一出声就看不见 现在更要把握当下 也是会说到 都会多减减减减 每天搭着富康巴士到环保站做回收 77岁郑月姓出生时就弱势 现在势力退化几乎全忙 因为看不及看不及关系 我这个手指头会摸 尽管眼前一片黑暗 但郑月姓越做越顺手 当香鸡时切菜煮菜难不倒他 曾经在医院当志工 但因为势力问题转成环保志工 病人看了人家会讲什么话 人家心里怎么想 对你持绩又有什么观感 我们自己是上人的弟子 是委员 我们一定要考虑这一点 有胸婆散 花动婆散 就算是演辑 郑月姓人分秒不空过 拿着八倍大的放大镜看经书 为了听证严上人开示 他整个人几乎贴到块电视墙上 用耳朵闻法 听话 用我的耳朵 我虽然眼睛看不见 我的耳朵听得见 而且虽然我的眼睛瞎了 但是我没有埋咽 我也只有感恩 他没有让我一生下来 就看不见 眼前的黑暗没封闭自己 郑月姓点亮心中那盏明灯 用心去体会这个世界 因为我只能把握当下 我不能再浪费 我没有时间让我自己去浪费 大爱新闻真相美志工 屏东综合报道 好 今天上午的屏东 岁木祝福场次 郑月姓的故事就感动了好多人 正言上人也其免所有志工 慈激的美就是美在一个大家庭 凡事都是归于爱 我因为私利我不敢懈怠 我觉得如果我懈怠 我就会落后落后 落到最后就没了 慈激之工郑月姓 重度弱势 事忙忙却心不忙 他出入不便 幸好有志工随时协助 正言上人赞叹 这就是慈激一家人的精神 这都是慈激的美 美在人人都是一个大家庭 2019年的第一天 正言上人欢喜与屏东的志工相聚 各位 虽然是隆动 虽然是磁城 统统回归 都是在环保菩萨 大家都有在关心做环保 这都是屏东的特色 爱的能量 总是凡事都是归于爱 期盼众人把握分秒复出 志工也在元旦这天发了好愿 屏东既是弟子花月 承爱使命并佛心 何尽无臣臣师子 2019年的第一天 师徒 共处一起 同心化愿 莫忘今天 发心立愿 承担重任走入人群 要让佛法与爱 广布人间 大爱新闻 陈一甄陈立委屏东报导 好 这也是爱的好消息 慈激基金会在屏东 盐浦联络处 设立的长照中心 今天正式揭幕 落实社区长者的关怀 幸福相关区长 盐浦乡 乡长 以及十二村的村长 都带来祝福 掌声响起慈激在屏东 盐浦的居家照顾服务中心 正式揭幕 配合政府长照体系 慈激长者关怀 满入新的里程 慈激长久以来 在社区所提供的人文教育也好 或者是环保的部分也好 针对长辈的这个关怀部分 进来走入社区的照顾模式的话 那我相信对于 能够帮忙屏东县这边老人的照顾 可以提升到百分之五十 屏东县政府有信心 慈激的加入 能让屏东的长照服务 从目前不到三成 提升到五成以上 因为这里的勒令学堂 开办三年多来早有口碑 这里长照或是说日拖的话 我想对我们会更方便一点 让年轻人来照顾老人 然后让一些小孩子 他能获得一些对于老人的尊敬 融入此季的四大八法和人文关怀 以人为本透过长照的推动 找回世代之间的天伦之乐 也要带动人与人之间的紧密情感 大约新的潘映珍 周瑞平 评东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